大家好我是潘潘 有人说不上班就要跟社会脱节 然后有人就说会吗 不会吧 你手机上你社会新闻啊 你能看到你支付啊买东西啊 你也可以去付钱 你没有什么脱节的现象啊 对吧 然后我就回复他 我说其实脱节这个现象呢 不是指就是你能所见的 就是这些东西 说你能刷刷手机 你能看到世界的变化 不是这个意思 我所理解的就是 你不工作跟社会脱节的观点 就是说如果说在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你没有一个经济来源 因为你不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 没有经济来源的话 你的收入只能是由你的先生 对你的爱 或是你的先生有足够的责任心 包容心 他会愿意为这个家 更加努力的去赚钱 对吧 赚钱两家 然后给你生活费 这样子 这是你经济来源的唯一途径 当你时间久了 先生的爱 这个未来事情 不知道如果说十年后 爱简单了或者怎样 那你这个经济来源 唯一的经济收入就没有了 那你那个时候已经再出去工作 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工作 就是没有人会愿意要你 除非你去找一些 就临时工啊 或是阿姨 打扫卫生啊 这种皇位工人的这种工作 你到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体现你 社会脱节的时候 因为你习惯了 手心向上的生活 虽然说在有爱的时候 这不叫手心向上 当你这个爱 这份爱没有了的时候 你再去问人家要钱的时候 人家那种态度啊 表情啊 不给你的时候 那种就是有 就像乞讨了 对我认为是这种 所以就是虽然 你不工作 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 去搞一些副业 你不能长期让自己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 反正我个人是等全球读书了以后 我还是要去找工作的 找工作至少五千六千的 怎样也能自己有个收入嘛 然后因为先生 你现在反正是爱我的 以后我不知道 反正人现在是爱我的 所以呢 等我工作以后 我的钱还是可以存起来 然后 他的钱 就是他会在家里比较大的开销上 会去支出 然后我会把家里的 就是一些小 稍微小一点的支出 就是我来承担 对是这样子 然后我还可以每个月有结余 这样子呢 您存到一些钱 对吧 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就是能有自己的存款 能有自己的经济 那不至于说 等到就是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承担 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痛苦 对 就是钱这种东西呢 它不是万能的 但是你没有钱呢 确实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不管是你们有多相爱啊 我觉得经济 金钱这个方面 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 你要存 你要存下这个钱 你要有 可以赚钱的本领 对吧 因为你要有一个 经济收入来源 觉得有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说 家庭里面夫妻不同频 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 就是会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一个人走得太快 一个人走得很慢 那到时候这个可能就会 交叉过去 或是永远平静 你远远都不得 就只能过去你知道吗 就没有办法去那个 和睦相处 所以我认为不上班的脱轨脱节呢 与社会脱轨就是这个点吧 因为你到时候你跟谁讲 谁都不会同情你 就觉得说谁让你在家里面不上班 对吧 就就 其实社会上 很多人还是要看 谁的经济来源 就是大 输入大 在家庭地位就 说话的圈 就是话语圈就比较大 这个是确实是 因为有的时候一吵架 你说你去赚钱啊 那你去赚好了 然后发现我确实赚不如他多的 我就没有办法回他 虽然如果我知道 他说的这个确实是 有道理的 但是也是有那种 很爽无聊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回 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女人嘛 经济要有 不多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至少 能养活自己 或者说你能存下 自己的一个存款 对吧 就是给自身的一个保障 如果说以后 两个人一直都很好 很相爱 那皆大欢喜嘛 然后这个钱 你们可以以后 旅游啊 度假呀 养老啊 看病啊 什么的 对吧 也不会给子女 造成这样的一个负担 对 就是不光光是说 为了夫妻热 也为了子女长相 我觉得存钱 有经济来源 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也不能说你到现在 没有工作 一直都没有工作 孩子大了 还没有工作 孩子需要 真的家里特别大 需要父母去拉一把 父母没有办法拉 甚至有可能 你还要生病 需要子女去承担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 很无助 很无助了 对吧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虽然现在呢 我没有工作 但也好在就是 确实也大了 快了 明年九月份 其实就可以去读书了 等他稳定 可能让他先读一个学期吧 一个学期稳定下来 第二个学期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找工作了 那现在目前的话 我的副业收入也不多 每个月的话 差不多700 反正最低700块钱吧 然后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 就会有个一两千这样子 就这个月的话 是因为有那个手机嘛 那个手机卖掉了 卖了三千块钱 算是一个收入 就是这个月的收入的话 会有3700块钱左右 对我来说 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我在家里面待着 然后还有收入 我就觉得 很好了 很好了 就是至少说 在先生给了我生活费 以及我自己有这样子 去有一些收入的情况 像我每个月 也能攒下一些钱 对吧 也算是我的一个 一个经济收入 然后一个保障 对就是这种 就你在家庭中 生活中 就是你不会 你自己的心理 是比较充实有底气的 就不会想要 想着说 哎呀我一直没钱 一直想着这个事情 就不会想 就是对 然后有这个能力 对吧 那等学校去读书了以后呢 我相信我也可以找到一个 不错的工作 就是有一份不错的收益 然后工作加副业的收益的话 我相信应该也是还可以的 有很多人都说 凡事不能靠别人 自己的老公孩子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这个话呢 其实也没错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绝对的 我觉得人还是 累的时候 也不能自己死撑 对吧 也需要去靠一靠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群居 生活在一起呢 就是因为 就是家这个地方呢 就是需要给你包容 需要给你温暖的地方 对吧 不是一个冰冷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当你比较累的时候 你是可以停下来 由家人去问来你 包容你 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 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做的事情是说 你一直这么颓废下去 对吧 不能一直颓废 当你需要 你休息过后 你需要缓冲过来 你还要继续面对生活 你不能说把生活的压力 就全部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这样子的话 你颓废久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被压力 承担不起来了 就压力压垮了 那这个家也就垮了 那两个人一起去承担的话 就很 就能 很好的去度过各种难关嘛 好吧 反正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这样子 喜欢拍拍的 可以订阅支持一下 下期广告也看一下啦 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留言评论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也睡觉吧 好了 求你 你也睡觉 你也睡觉 记得点赞关注哦 好 Terima ga 我 地